下課 華麗 寶貝哥 好想睡喔 現在是9月28日 凌晨3點半 同學們已經陸陸續續的 到達大龍國小 開始準備了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準備的情形吧 走 同學 現在3點多了 你們怎麼會在這 我們是那個之前跳過 就是當過醫生 然後回來幫忙的 所以你們也要來參加季口就對了 對 是喔 那你們怎麼會想要回來 我們以前有跳過 然後老師知道的是 是我們請的老師 所以說都是你們自己想要回來的 對 媽媽 你家裡有小朋友來跳615嗎 對 那你這樣會不會心疼 對啊 因為他這樣這麼早起來今天 他也覺得很高興 他很高興喔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個子可能 在所有的醫生裡面 他個子最 最矮 最矮 最小 然後去年的時候滿心疼的 喔 這樣比較累這樣子 對 對 現在已經 他都不在野蠻能夠吃 吃苦 好 大龍國小從民國二十年 就開始參加季孔了 仔細想像 其他國小大概很少有一個 這麼久的傳統 可以幾十年不變的吧 而且有那麼多的同學是 爸爸或叔叔跳過 現在換到自己跳 這種傳承的感覺 好奇妙 這種非常莊嚴樹木的祭典 跟其他祭典熱鬧的場面不同 就像老師說的 祭典的意義 主要是要每個參與的人 借這個機會反省一下自己 讓智聖先師 應收一下修身的成果 所以看八一五 不要試著去分析他的舞步像什麼 或者說他想表達什麼 而是要感受虔誠內心的感覺 我似乎也不自覺開始靜下來 想一想自己了 來 來 來 禮禁禮運大同天 禮禮禮運大同天 禮禮禮運大同天 大道之行也 大道之行也 天下圍攻 更多有意思的花露米影片 都在下面的播放清單裡 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跟分享喔 好嗎 好嗎